如何才能成为一名成功人士 有些人认为需要拥有足够的财富 达到财富自由 有些朋友认为 只要家庭和谐身体健康 就是最大的成功 还有一部分朋友 在自己专属的领域 不断精益求精 认为这才是最大的成功 当然 已不乏有些男性朋友 在阅读史料记载后 对后宫家里3000人抱有极大的幻想 如果恰巧你有这样的幻想 那么接下来 这位泰国男性 或许可以让你大包艳福 近日 泰国一名民间法师 在当地网络上瞬间走红 原因是 他居然拥有八位温柔的妻子 实在是难以置信 现代社会里 怎么可能有八个女子 愿意同嫁异夫呢 真是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啊 这位男子的魅力究竟有多大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纳塔鹏 是一位民间法师 同时纳塔鹏也是一名赐福师 纳塔鹏走红原因 主要是因为家中有八位棉艳娇妻 且八位娇妻不止相亲相爱 相处融洽 还共同参加采访 谈笑风生 他带着八位妻子 一同参加了综艺节目 一家人参加采访的视频 更是刷爆泰网游馆 截止目前 点击量高达149万多 我们看到一家人 谈笑风生 和睦相处的样子 不少网友表示 我的三观去哪里了 纳塔鹏的八位娇妻 来自泰国各地 他们分别与纳塔鹏 在网上 市场上 医院 佛寺等不同的地方相识 且在得知纳塔鹏的情况后 甘心追随于他 一心加入这个大家庭 纳塔鹏坦诚 他是一个花心的人 但在将每一位妻子 接进家门前 均会先告知女方的家人 让对方知晓他的情况 并获得许可 且每一位妻子进门前 他又会提前告诉其他妻子 另外 纳塔鹏家中有家规 第一 大家都不戴面具生活 真实做自己 除第一位妻子 思博地位高出一点之外 其他所有人的地位都一样 第二 在与纳塔鹏生活期间 妻子不能给他戴绿帽 若女方不爱他 有了新婚 可以和平分手 分手后 女方要找新婚 随心所欲 但彼此生活期间 不可如此 目前 纳塔鹏的八位妻子中 有两位已经怀孕 第一位妻子已生孩子 他与孩子住一间房 其他每两位妻子住一间房 他们之间和谐共处 一家人在一起 非常幸福 当然 大家可能更加关注一个隐私问题 对于这一点 纳塔鹏也是直言不讳 在房市上 纳塔鹏表示 每人一天依次排序 但顺序不乱 如果某一位妻子 因个人原因 无法进行房市 则会顺眼到下一位 绝不会出现其他出格的现象 在这个大家庭中 纳塔鹏的妻子们相互理解 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起争执 理解多过爱 这也是家庭能团结友爱的前提和基础 去旅游时 纳塔鹏会与八位妻子 一起开大房间住 但从不进行多人运动 纳塔鹏还表示 他虽花心 但在家中 也是每次只会跟一个人发生关系 一直如此 接下来看一下 纳塔鹏是如何搞定这八位妻子的 纳塔鹏的第一位妻子 斯伯来自泰国四色局府 斯伯在采访中透露 他们在一场婚礼上相识 当时老公直接告诉自己 说他有了新欢 他也只是问了一下 说相处的好吗 那个女孩的家人同意吗 等问题 他唯一担心的 便是怕男方遇到不真心待她 欺骗她的人 妹妹进门后 他就问了妹妹来自哪里这些问题 随后相处得很融洽 在纳塔鹏带新人进家之后 斯伯会与他们相继交谈 询问对方一些基本信息等 而他也是八位妻子中 年龄最大的一位 第二位妻子爱瑶 是佛同府 甘烹圣仙人士 与纳塔鹏在某个市场上相识 爱瑶透露 第一次进家门的时候 斯伯姐有跟他交谈 询问他的姓名 籍贯 及是否真的确定 要加入这个家庭 爱瑶坦诚 自己是被纳塔鹏的魅力所吸引 一见倾心 纳塔鹏在看一下他的时候 他就已经沦陷了 第三位妻子 嫩儿 是佛同府人士 她与纳塔鹏在医院中相识 嫩儿透露 在进家门之前 两人就已发生过关系 而初次进家门之时 她也担惊受怕 向两位姐姐自我介绍之后 被接受 丈夫是非常温暖顾家的人 也很会照顾她 与她在一起之后 她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第四位妻子 马邦 来自宋卡府 与纳塔鹏在IG上相识 马邦透露 初入家门之时 也同样会害怕 但也在生活中留意 并虚心向其他三位姐姐 学习请教 丈夫也会悉心指导她 至今已经加入这个家庭 两年多 第五位妻子帕里 是黎义府人士 与纳塔鹏在脸书上相识 帕里在进家门时特别害怕 还嚷着要回家 帕里透露 被带进家门 得知她有四位妻子之后 是因为纳塔鹏的 言行举止的表现 让她相信这是一个值得 托付终身的男人 她觉得老公可以依靠 因此决定留下来 第六位妻子 梅儿与纳塔鹏 在TikTok上相识 梅儿透露 她第一次进家门 也害怕各位姐姐 但她也会主动与他们沟通 请教 并不觉得压抑 与他们在一起 就像一家人一样 相亲相爱 有趣且温暖 另外 她并不怕丈夫给自己的爱 会少于他人 梅儿说 她尊重每一位姐姐 有什么就问 做错了 也乐意接受姐姐们的教导 她从来没有觉得心里不舒服 反而觉得 和自己的亲姐妹一起生活 很幸福 第七位妻子菲母 是在与母亲拜佛期间 与纳塔鹏 在一座佛寺相识 菲母透露 在进家门之前 南方已告知她 大家都知道她的存在 且问她是否已经准备好 斯伯和艾瑶两位姐姐 还在她进家门之前 就致电问候 告诉她家里 如家人般的日常相处模式 因为她是一个爱家的人 所以这也让她下学心 要加入这个家庭 第八位妻子 迈尔与纳塔鹏 在巴提亚相识 当时南方正带着 四位娇妻旅游 并要了她的联系方式 迈尔透露 加入这个家庭 主要是因为 她喜欢和朋友在一起 像家人一样相处 跟他们在一起 就像姐妹一样 生活很有意思 纳塔鹏 又名温卡大师 是泰国佛同府 直辖县人士 今年33岁 是佛同府 一位知名的民间法师 油管个人频道 粉丝数已超过48.3万 每期视频 点击量都过万 纳塔鹏从小跟着 曾祖父学习民间术法 他的曾祖父 曾是泰国 佛培府寺 高森 龙婆通宿的弟子 其曾祖父一直教育他 做好事 行善积德 而他也一直铭记于心 一一践行 除此之外 纳塔鹏还拓展业务 开餐厅 做其他生意 不过年寿之时 纳塔鹏也非常爱惹麻烦 常常打架都惹事 还曾因被朋友欺骗 运送违禁品 坐过牢 很多人可能觉得 纳塔鹏有八个老婆 肯定很有钱 其实并不是 纳塔鹏会负责水电费 和孩子的抚养费 老婆们每个人 都在用不同的方式 挣钱养家 例如 卖衣服 卖甜点等 纳塔鹏还开有一家面店 会让孩子们过来帮忙卖 以挣取水电费 等家庭开销 纳塔鹏称 虽然有八个妻子伴侣 生活不同于常人 但八个妻子之间 从未闹过矛盾 没有家庭问题 他们是 以人生伴侣的形式相处 没有欺骗 没有争吵 相交在于真心 而不是用权力压迫 也非金钱左右 关于网友质疑的该行为 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争议 纳塔鹏回应道 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 他选择过这样的生活 是因为自己觉得幸福 且并没有给自己 家庭 他人带来任何麻烦 引起网友 不必替他的妻子们操心 生气和吃醋 他们的家庭理解多过爱 也不要以自家的标准 去衡量他 多多关注他所做的 社会公益之事 而不是过度聚焦于 他的感情生活 及他的八七之家上 因为他的私人情感 对社会发展 并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纳塔鹏还表示 要是没有能力 管好这一大家子 不要轻易尝试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要心智成熟 一定要公平 不能对妻子们撒谎 让妻子们自己选择 不强迫他们一定要和自己在一起 这一方面 在谈及是否还会有第九个妻子的问题时 纳塔鹏他言称 目前并没有要新增其他人的想法 比较碍于现状 但未来的事说不准 现在无法下定论 一幅多妻子 在大多数国家 以为不合法婚姻 但在伊斯兰教国家 还一定程度上存在 毕竟这些国家受宗教影响较深 想要完全杜绝不大现实 不过 伊斯兰婚姻制度规定了 提倡一夫一妻子 而要实行多妻 那是有诸多限制的 所以 真实情况 就是大部分的穆斯林男子 不娶一个以上的妻子 目前 在世界范围内 一夫多妻只是零星存在 甚至可以说已经接近消亡了 我们知道 真正合理的东西 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一夫多妻的退出 说明这种婚姻制度 确实有很大弊端 以皇帝为例 皇帝的后宫 往往有一支庞大的后宫团队 有宫女 有妃兵 数量不在少数 我们常说 后宫家列三千 这并不夸张 据史料记载 汉武帝时期 后宫人数最多时 达一万八千余人 唐玄宗李隆基时期 有宫女四万余人 当然 这些女子只有极少数 才有生育的机会 大部分则是孤独终老 一夫多妻制 在文化和心理上 也有负面影响 比如男尊女卑 老夫少妻 寡母教姑等现象 这些都是 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 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关于一夫多妻制 梁启超就曾说 他有害于养生 有害于传种 有害于萌养 有害于修学 有害于国际 一夫多妻制 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评文前的小伙伴们 如何看待这件事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好的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